哇 嗨 小心喔 稀里稀里 欸 到了到了 欸 到了 是嗎 這是老闆對不對 是這裡面下面是有種水 看不出來耶 對 今天就是跟你們介紹一下 準備栽種那個山藥的那個水管 PVC管 PVC管它能夠讓它疏通 它生長的路徑 就直直的 它不會彎來彎去的 啊 等於穿 素生衣的概念是不是 對 對 對 然後 麥相也比較好 阿威如先來好了 好 這一條 然後 我們先把它下面的土鬆開 然後等一下抓著這個 然後稍微 大概抖三下 然後再把它拉出來 然後輕輕的拉出來 好不好 這個 對 對 不要傷害到它了 對 好 先輕一下 然後抖一下 往上下抖動 這樣 再抖 再大力一點 對 好 拉出來了 慢慢拉 欸 馬步要站穩喔 這什麼姿勢 又婷你可以不要這樣 我慢慢拉 帥了 有寶貝喔 後寶 好長喔 然後把它翻過來 這樣翻 輕輕的翻 對 好 輕輕的把這管子 拿它走開就好 喔 這個樣子就是那個 真的耶 烏魚子喔 很大型的 拿好 對 這個就是 白皮 白肉 它一般叫做那個 白皮削山藥 你可以把它 打開是不是 貼開 對 然後變螺絲 對 然後到時候 我們要種植的時候 就是它上面 這個有個頂牙嘛 我們就是 切掉 然後再放在 放在 上面它就會再長 你就拉管子拉出來就好 因為你直接拉 有可能它會斷掉 你那個是 它是雙胞胎 如果它是單胞胎的話 它可能就長這麼長了 哇 雖然是雙胞胎 雙胞胎 雙胞胎 但是外面賣的話 他們會以這種 兩三斤 最 人家最需要 這種東西 真的耶 我只有一根耶 對 好 然後 很像拐杖耶 好特別 好 那這樣子喔 那我們再來帶你們挖那個 筷狀山藥 就是 直接種在地上 沒有種在塑膠管 等一下你們那個工具 就派上用廠了 好 所以這邊嗎 輕量不要太靠近 離它大概 30公 10公分到20公分左右 對 哇 我們竟然很像 用小鏟子比較好 考古學家 這是什麼 遜猛龍嗎 還是 應該是那個 劍龍 劍龍嗎 對 然後把土鬆開 先把 沾在地上 把那個土稍微 輕輕的把它 對 不要太用力 好像一顆心臟 好可愛 它有兩個 它也是 雙胞胎 你們先拿起來好了 好 這樣是一個愛心 你看 這我的愛心老婆 你跟愛心很有緣 好 那我們再來下一條 來來來 這一個你開始從這邊挖 這邊 這邊 對 這很深喔 這很深喔 這個是 最深的 那一條山藥 所以它一定是往下走的 對 真的耶 哇賽 很深喔 我能感受到狗 為什麼那麼喜歡這樣挖土 對啊 你滿喜歡的是不是 對 這條可以的 這一條可以的 欸 斷掉了 折斷了 啊 你是誰 是 抓到兇手了 哈哈 我看他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我不知道那麼容易 我不知道那麼脆弱 對 他很弱 他很脆弱 對 對 因為他本身 他就是 就是很那個 哇 那是 你要 等人家現場吃掉了 Sorry 喔有了有了 好 好 欸 好 其他就去 還好沒有太那個 沒有太 把他組合就好 來 你 你組合一下 可能要做一下外科手術 他就是 你看喔 他 沒有種在水管裡面 就變這樣子 比較不規則 對 像他這邊有個凹陷 沒有 嗯 他就是碰到石頭 然後他就 進不去 他就轉個彎 他自己會轉個彎 就下去這樣 這樣子口感會有差嗎 還是沒差 其實這個會比較好吃 種在塑膠管裡面 就是我們給他一個房子住 但是他就 還有大地的那個 被保護得太好 對 他只有根系跑出來的地方 才能夠吃到養分 所以這個 口感會比較好 對 就是被保護得太好 這個你沒有吃過 你就知道了 會比較好吃 對啊 比較好吃 所以他成長過程中 需要遇到一些困難 他才會 讓我吃起來也好吃 知道嗎 對 對 真的 不是說他 我是說他 怎麼剛剛有 一直在講過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我知道是我 搞好 不要放他放現